102年20提 太阳公司是一个电视的制造商 目前的这一款 这个产品 旧的这个产品 编辑贡献总额是4000万元 那么公司管理当局打算评估是否 开发新款的电视 来取代这个旧款的电视 所以我们这个新的开发案 它的一个期望值的一个算法 就是开发成功的话 所获得的1万万元 乘以60% 可是如果失败的话 那这个800万元乘以40% 这个就是这个方案本身的期望值 可是这题问的是 完美资讯的价值是多少 那么完美资讯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事先 确定这个方案 如果是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去执行 所以享受到的一个 这个 获利呢 可以达到1万万元 可是呢 这个几率只有60% 所以呢 60% 0.6 那么乘以1万个万元 是成功情况的一个 获得的一个价值 那如果 是失败的话 当然你就不会 去采取新的方案 那失败的情况之下呢 有40% 这40%呢 仍然会是怎么样 维持现状 也就是不开发新产品 仍然 维持这个旧款的产品 那么旧款的产品呢 它的边际贡献是 4000万元 所以呢 在完美资讯之下 那么 预期新方案如果是失败 知道它是失败的话 那么维持现状 它的一个期望值 是 0.4 乘以4000万元 所以左边呢 这个是代表 有这个完美资讯之下的一个决策 那么右边这边呢 是代表 如果采新方案的话 它可以获得的一个 一个期望值 那么两个相减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所谓完美资讯的一个价值 是 1280万元 这样子 我们答案要选A